這個最後呢,剪刀、石頭、布 像這個很常用到那個下拉清單 可是你會發現,點下去發現怪怪的 石頭、剪刀、布有出來了 可是問題怎麼樣? 它為什麼在一邊? 那如果在手機裡面 瞬間呢,這個使用者的手就要變很靈巧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可能要用滑鼠一樣點 那不對啊,這個怎麼只有做一半呢?對不對 使用者就覺得說,啊,這個座子 這個醺掉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剛剛同學馬上問 所以我們馬上可以解 那如果你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非常簡單 第一個,其實只要加一個屬性 但是那個屬性,你可能要自己查 網路上不一定查得到 那我教各位,其實這個不用啊 因為JQuery Mobile裡面 它的貼心點就是說 它不只是在程式方面 幫你加了一些東西 甚至在那個CSS上面 比如說像這個外觀方面 它也幫你弄好了 那但是其實我都不太氣 到底什麼東西 我只是氣得說 它那個應該是原始的Menu 所以它一定開頭的屬性名稱 一定是就叫什麼? 叫Data 後面呢,原始的 就Nature的有沒有 Nature的Menu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是不是這個屬性嗎? 選它對不對 這邊不是有個Nature的Menu 那預設值的話 預設值好像是Force吧 是不是Nature Nature是原來的 就是網頁的那個 那我要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Force 不是,我要變成是 那個手機版的 原始的是 原來應該網頁啦 我看應該是Force才對 我要try一下看看 所以關鍵就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只是幫你加這一行 或者你自己打在這裡也可以啦 在那個select name ID後面這邊 自己打一個Data 其實我記得好像它也有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不用從那邊選 它還可以 那個Dreamweaver裡面 它還可以讓你用打的 它也會幫你提示 你打一個Data 它會再一個- 它也是會提示嘛 你打個N 有沒有 Nature menu就出來了 那你把它點兩下 或按Enter 等於True還是Force Force 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不從Menu裡面 從這個 你從這邊也可以啦 反正看個人習慣 然後把它即時一下 點下去 跳出來了 但是 有點Lag 可能是網路的關係 這樣子的話 就完全跟剛剛不一樣了 至少在手機上看到的 也就不會很掉漆 就不會說奇怪 為什麼還在旁邊 那關鍵的地方 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說 你在設計模式點這邊一下 然後到這邊去改 要不就是你直接在這邊 直接打程式 兩個方法都可以 看你比較習慣哪一個啦 各位應該比較習慣這個吧 可是問題這個 要再找一下標籤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不過還是圖形化比較好記 因為沒有圖形化 就真的叫你自己 把那個程式打出來 可能現在講你還打得出來 可能回家過幾天之後 到底是什麼就忘記了 對不對 所以 還有學程式 特別注意 一定要把那個 你這個做過的東西 一定要再做個整理 為什麼我在雲端上面 會放一些雲端白板的東西 其實你過幾天你就忘記了 那當然它有點像 一個一個部分的功能 你全部將來如果比如說 你的目標是要做一個點餐系統 那當然我們就是把這些點餐系統 可能需要的表單元件的功能 通通都亂過一輪的 那但是將再來你要怎麼樣 可以做出類似像點餐系統 那你就要把它全部把它再拼湊在一起 那當你當使用的點完之後 它要把這個東西存起來 OK 那就陸陸續續慢慢的 我也不可能一下子跳到後面 讓你看到全部 你可能會 這個東西可能太龐大了 你也不知道這怎麼來的 所以按部就班 那之後當然就是慢慢再來講 我們是MVC 也許先講C 再講V 再講M CVM 為什麼這個觀念應該是CV 不過一般坊間觀念比較常講是MVC 那試一下就是如何讓你的那個Menu 可以變成不是Nature的 不是原來的那種方法 而是用那個我們比較習慣的 那這個功能也是要額外加上去的 那其實常用的這個下拉清單 這個我想要熟悉 未來當然太多地方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其實這個也是跟我們以前那個Android Studio裡面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說換個環境 那一樣是能夠去把它設計出來 也可以把它裡面的值給抓出來 做一個顯示